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今天的节目是对上一期的 街拍365活动做一个小节 虽然这是一个命题作文 会带有一定的压力 有的人喜欢随心所欲的拍 不就图个乐吗 问题就是图个乐这种没有压力的心态 是很难有明显进步的 命题作文有一个方向去拍摄 去练习 让自己能够提升某一方面的拍摄能力 久而久之积累丰富了之后 综合能力才会得到提升 摄影是一个靠积累的事情 这里我选了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做点评 还有大量的照片在我眼里质量是不过关的 基础上面是有硬伤的 我就没有发出来 我还是希望选出来的照片 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 当然这些照片也不是实全实美的 当中会存在一些问题 我也会指出来 毕竟这些是学习练习过程当中的习作 请各位观众的理性看待 不要给学员太大的压力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共同成长 第一张在阴影里面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人在跳舞 光线非常戏剧化 看不清人脸 但是有一道光照在他的衣服上面 非常显眼 并且黄色的衣服顺着他跳舞的手指的方向向右一看 那边还有个黄色的健身器具 做了一定的平衡和色彩上的呼应 色彩和指向性方面控制的比较好 瞬间的把握也挺好的 脸部的表情也挺好 交叉的角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形状 这些都很到位 我觉得可以提高的是后期 因为在这张照片当中 它的右上角这边有一个三角形 这个部分 它里面的细节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 真正有用的是这个黄色的部分 并且在下方 这里的这个三角形 右侧的三角形也是一样 这边的都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压按 然后重点突出的是 这条斜向的亮色 人身上的这个亮色 并且稍稍突出一点点 地面上的这些反光的区域 这个很好看 所以这个照片的在影调上面 还是需要重新再去构建一下 能够更加好的去突出 我们的光影和色彩上的表现 第二位网友 生活在中国的南方 之前也上过街拍365的活动 他拍的一些题材都不是大城市 是那种村落的感觉 非常的有生活感 这张照片是几个人在锻炼 尤其是背景上这两位 一位倒立 一个向后仰 折成了一个非常夸张的角度 前景的人物状态稍微差了一些 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动作的话 可能画面的效果会更加的强烈 另外一张是燕子飞过 墙上写的四季平安 朝掌应飞的那种感觉 这个画面里面 看起来就是非常平静的 一瞬间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非常喜欢 这是一张很巧妙的照片 右侧这张招贴画上面的有人物 但是每张脸的都扭曲的 并且了旋转的90度 看起来就特别诡异啊 再往左边一看 哎呦妈呀 那边还有一个人这么静静的看着你 再往远处一看 还有一座宝塔 宝塔正合腰是不是啊 虽然这是一个很安静的瞬间 但是不寒难而栗的感觉就出来了 觉得蛮有意思 其实瞬间这个选题啊 并不见得一定是某一个动作 发生时候的最高潮 它可以是这个一瞬间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 看到的一个景象 想到的一个念头 触动到你的一个想法 这张照片对色彩的运用呢 非常的合理 前景的这位女士呢 她身上穿的衣服呢 是红色和黄色的 并且戴着口罩也是这个颜色 它和后面的麦当劳的色彩呢 搭配是非常的吻合的 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 选择的主体人物比较合适 这是我觉得做的非常不错的一点 但从瞬间的角度上来看呢 就稍微弱了一些 另外还有一张照片 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颜色 红色黄色 最主要就是这两个颜色 在后期的时候呢 它明显是针对这些颜色 做了一定的控制 让红色黄色能够更加的统一和谐 并且很突出 其他的颜色呢 有一些墨绿色 但是不明显 马路的颜色基本上呢 也已经接近于黑色 所以整体的这个色彩的搭配 就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好 并且呢 有一点三角形的构图关系 我觉得这位作者 对于色彩和视觉上的控制呢 是比较老道的 那么说到了颜色 我们强行植入一波课程广告 全新的色彩美学课程 帮助你理解色彩 在摄影中的运用搭配技巧 以及提升色彩方面的审美 提高在后期时对色彩的控制能力 分两个班 亚太时区和北美时区分别开班 目前北美时区还有名额 欢迎扫码了解详情 我们再来看这张 小朋友在玩笨床 这个场景非常难得的就是很空不乱 主体足够大 足够鲜明 红色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抢眼 红色和蓝色进行了一个对比 整体的色彩搭配 人物的位置姿态也都很好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动态瞬间的作品 理发店的照片 理发师把这块红布要寄到客户身上 并且正好呢 把人给盖住了 底下露出来顾客的绿色的花裙子 有一种悬念的感觉 这个颜色的处理呢比较艳 稍微显得有一些凌乱 可以考虑突出红色 削弱其他的颜色 还有一张照片呢 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瞬间 熊猫有一个向前倾倒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 我们再来看一张跟红色有关系的照片 这个人走过 手里拿着红色手机 背后的建筑物上面呢 有着非常巨大的三块红色 并且杂机上有红色的反光条 所以在这里呢 红色有很多重复出现的地方 其他的配色呢就是灰白色的建筑 和黑色的服装 色彩上的呼应 四个人的布局都还算是比较OK 缺点是这张照片右侧 多出来的天空部分呢 有点太分散视线了 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 如果是我拍的话呢 我可能会稍微往后退一点 把镜头往下压一点 并且要把镜头向左转一点点 把右侧的这个蓝色区完全的避开 并且给地面稍微多一些空间 让最右侧的老太太 他的脚能够完整的出现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并且后期的时候呢 这几个红色也可以稍稍的 进行一定的调整 让他的颜色看起来呢 会更加的统一 这位作者还有一张照片 看起来很魔幻 在一个小管道里面 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外面的人 看着里面的这个小朋友 这个形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比较夸张的视觉效果 好像小人国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会有一些错觉 这个瞬间 虽然不是很强烈的那种瞬间 但是依然还是OK的 这是一张肥皂炮的瞬间 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拍肥皂炮并不容易 而且还是晚上 还加上了霓虹灯的反光 你去试一试 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所以它很特别 是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瞬间 这种瞬间 就是超出你的想象 超出你的视觉效果的这种感觉 当然画质上面 确实是弱了一些 离精美还有差距 喷水之喷出来的水 和后面的月亮 产生一定的关系 水看起来呢 是黑白的 月亮呢 有点暖色 我觉得直接转成黑白照片 应该也不错 喷水池在喷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考虑 再选择一些其他的瞬间 比如这个水形成的这个形状 可能看起来更像某一种动物 然后呢 一弯月亮 看起来呢 好像是一个半闭着的眼睛 那就更加有意思了 也许能够拍出这种感觉啊 这个是需要你在拍摄之前 或者在拍摄的时候 意识到这个东西 你才会在那不断的去拍 不断的去寻找 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出现 可能能成功 人物过街的时候 出现在亮光处的一个瞬间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多 值得可以再多说的东西了 这就是问题 很多人经常在扫街的时候 觉得没有东西拍 或者说拍了东西 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的观察力 有没有出现问题 是不是一直在拍摄一些 老神常谈的东西 有没有你自己独特的发现 比如说那个肥皂炮 海边有人打沙滩排球 然后呢 这位老先生用脚踢了一脚 我觉得这个瞬间的捕捉呢 是OK的 但是呢 有一些缺陷 是什么呢 这只脚伸出去之后呢 和其他人的脑袋进行了重叠 这个状态呢 并不好看 我在这里给了两个处理方案 第一种呢 比如说是蹲下来拍 让这只脚呢 高过那些人的头 那么球的位置也会变得更高 会以天空作为背景 那么也会显得更加的鲜明 会显得这个人踢球的这个动作 和地面的人物完全是分开的 第二种处理方案呢 是这个球正好呢 是在某个人的脑袋上面 然后这位老先生一脚踢过去 好像是踢在对方的头上 这种感觉 那么它是需要一个位置上的巧合的 因为球的出现呢 是很随机的 突发的 不见得一定有那么巧妙 但是同样 你不去努力 怎么会知道 它就一定没有呢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向 大桥下面有两个人站在水边 水边的反光看起来比较亮 居然能够在夜晚拍出剪影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拍摄呢 也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下半部分控制的比较好 上半部分的画面呢 稍微有一点拥挤 其实你再往后退一点 给天空多留一些空间 看起来就会舒服了 另外呢 就是画质上面的比较粗糙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特别高的ISO所导致的 这张游泳的照片呢 我觉得那个瞬间上面还可以 因为毕竟头部是露出来的 能够看到面部的表情 然后结合它背后的大环境 也都还是不错 那么缺点呢 就是还是瞬间 就这个人物的状态并不够好 他的手臂动作不够好 如果是手臂是张开的 在游的那种姿势 那个会更好 那么在拍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再多选择一下 这是这些照片里面 唯一使用了慢速快门去拍摄的一张 其实我一开始就想提醒大家 但是我忍住没说 我想看一看 有多少人对于瞬间 有这样的一种理解 瞬间其实它可以是一个 非常短暂的时间 可以是动作当中的 某一个细小的切片 也可以是一小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一个动态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用摄影的手段 用慢速快门去拍摄动态的效果 使用慢门之后呢 所有会动的物体 这些人物都会形成一定的运动虚化 所有不动的这些车呀 灯呀 塔呀 它都是静止的清晰的状态 这个动静的结合呢 是非常容易出效果的 就像拍的人很少 可惜啊 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张照片 在很多南方市场里面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还蛮有意思的 调色也不错 人物的状态也不错 整个就看起来很和谐 但是呢 缺点是前景的左下角有一点干扰 好像是一个人的胳膊吧 被虚化了 一片白色 有点破坏画面的整体的感觉 这是整个照片里面 唯一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 这张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照片 两个人在背后拉着手 站在路边 应该是等红灯的状态 没有拍到人脸 这种状态的意味深长 可惜拍的时候呢 没有拍好 焦点呢 是在地上 也没有在手上 另外呢 两个阴紧盖是可以避开的 镜头向右转一点 就可以避开左侧的那一个 中间那个阴紧盖 是可以把相机整体向左平移一点点 并且镜头向右转一点点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很可惜啊 很好的机会 最后没有拍好 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来不及想那么多 无他 唯手熟二 最后呢 我也想简单总结一下 大部分人对命题作文的理解 相对来说呢 简单了一些 并没有充分展开自己的一些思维 去天马行空的去拍摄 当然基本功也是很大的限制 瞬间就只是动作上的一个瞬间 我可以是动作 其实也可以是一段时间的动作 这个时间可能并不长 也可以是一个表情 甚至是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状态 它可以用图片的方式去凝固下来 这种呢 都是一种瞬间的表现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选题 但从大家交上来的照片来看呢 相对来说 品种比较单一 另外呢 就是在对瞬间的表现 也会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 发现有很多照片呢 都是在瞬间这两个字上面比较弱 所以呢 会导致最终没有入选到 我们的这一期的活动里来 接下来后面的命题作文 其实大家也可以先思考一下 再去拍摄 怎么理解这个选题 我怎么样才能够拍得更好 最好呢 是自己接到这个命题作文的选题之后 自己再重新去拍摄一下 用新拍的照片来交作业 你肯定会有新的收获 如果只是为了参合一下 用以前拍的老照片来投稿 这个呢 我觉得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其实我们叫做接拍365 也是希望大家呢 每天都能够进行接拍 保持一定的拍摄频率 这样呢 才可能更快的成功 我们下一期的 接拍365的选题是 地标啊 就城市地标 那么这个选题 该怎么去解读 大家自己心里先好好琢磨琢磨 然后再来交照片 解稿的时间呢 是3月31号 如果你也希望你的作品被点评 那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 接拍365活动 投稿的方式是在微博 Facebook和Instagram上面来进行投稿 打上两个tag 一个是接拍365 一个呢 是这次活动的tag 地标 最好呢 能够add到我 方便我能够看到你们的作品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期待你们的优秀作品 我们回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